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在这一节的单元,我们会讲述磁性材料的特性 各位同学,要了解磁性材料的特性 才能够算出我们铁芯内部的铁笋 而这铁笋在效率的计算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我们就马上进入到这一单元的内容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电流的磁效应 我们知道磁场其实可以由磁铁所产生 但是其实磁场也可以由线圈的电流所产生 那这两者所产生的磁场,它其实是一致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用在分子的电流 就是说环绕分子的圆形电流或者环形电流 基本上它跟线圈电流的观念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分子把它看作是小磁铁 那这个小磁铁它在我们分析电磁的特性的时候 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磁性材料 我们在电磁材料我们的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我们需要高导磁率 我们要高饱和的磁通密度以及低损失 另外我们知道B等于μH 那μ是等于μR乘上μ0 但是呢,其实大多数的材料 它的μR基本上蛮接近于1的 那么只有少部分呢,是远远大于1 甚至会到10的5次方 这些我们称之为铁磁材料 这些铁磁材料呢 有铁、钩、乌、镍以及铝等 我们这边看一下左边的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当外部磁场 没有施力于我们的磁性材料的时候 那么由于这里面的小磁铁 它的分布导致于每一个小磁铁 它都互相抵消 因此在这个磁性材料 在没有通外部磁场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是不具有磁性的 可是一旦我们通有外部磁场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小磁铁 它就会慢慢的往磁场的方向来指向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如果再继续再加大我们的外部磁场 那到最后呢 我们里面的这个磁通量呢 它是不会增加的 像这个情形呢 我们就说 系统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 那我们这张投影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b跟h的一个曲线 这边b是代表磁场的密度 那么h呢 代表磁场的强度 假设我们现在是在0这个点 就是没有磁场强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加磁场强度 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 它会到a的这个点 那a这个点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磁通呢 它是不会增加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呢 它是进入到饱和的状态 那假设我们把外部磁场强度呢 把它减少 那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 它不会从原来的 oa的路径回去 它会往ab这个方向回去 那慢慢的 它会到达b这个点 那b这个点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的磁场强度 都没有了 不存在了 那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物质它内部呢 其实还有 所谓的圣磁 那这圣下来的磁呢 如果要把它 完全把它取消掉 那我们就必须要 通以相反的磁场强度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到达 这个所谓的hc 这个点 那这个hc呢 我们称之为 这个 叫完磁力 那如果说我们再继续 通以相反的磁场强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到达c这个点 那c这个点呢 跟a类似 它进入到饱和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把磁场强度 再把它减小 这个时候它就会到达d这个点 那一样 就是当磁场强度 不见了 但是其实它内部呢 还是有所谓的圣磁 那要把这圣磁把它 取消掉 我们就必须要再通以 正向的磁场强度 如图所示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磁质回路面积 与直流磁化曲线 那么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磁质回路呢 它会跟我们的磁场强度的大小呢 来改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图中有不同大小的磁质回路 那其实呢 在大多数的工程应用中呢 我们基本上会把 磁质回路的最高点的部分呢 把它连接起来 那像这样的这个曲线呢 这个红色的曲线 我们称之为直流的磁化曲线 本小节的重点 第一个 电池材料 我们需要高导磁率 高饱和磁通密度 以及低损失 那第二点 在大多数工程应用中 绘制磁质回路的最高部分 那么 称之为直流磁化曲线 各位同学 刚刚老师已经把 这小节的重点整理好了 那么 其中我们所提的 磁质回路曲线 会产生什么的误差呢 我们会在下一小节 跟各位详细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